大家好,歡迎收看由悠閒湖茶飲 重金打造的人育三點節目 我是你們的人育主持人家富 今天帶大家來到廣西南寧的一邊 來到南寧之後我會發現兩個多 第一個,電動車超級多 第二個,奶茶店超級多 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追削到以前就是因為 這個奶茶行業是因為勤勞的廣西人民 所發揚江大 所以到了現在,在廣西 引育了很多本土的品牌 比如說阿媽手作、翠茶師、大維 還有茶禮王子 現在很多人都說連鎖化、品牌化 所以生意都比較難做 以前就說開一間店 只要堅持下來就賺到錢 但是現在這種情況來說 是比較難的 但是,據學員報料所得 在廣西這邊有一個低調的品牌 短短兩年裡 已經開了兩百多間新店 我也很好奇究竟做了什麼 是可以這樣做的 今天就帶大家看看這間店 全民中在兩年裡開了兩百間分店的梁小堂 這個低調的品牌究竟有什麼獨特之處呢? 先看看它的裝修 嗯,是平淡無奇的 但這個不要理,我們試一試它的產品 好,我們現在坐下了 又點了梁小堂一系列的烤奶產品 這杯不是的,這杯是金吉檸檬 我們先試試它的烤奶產品 這杯就是梁小堂的烤奶 嗯,這杯就是加了龍珠的 其實龍珠就是苦白珍珠 你不要說加了少許的底料之後 整一杯的感覺都會有改變 然後這一杯就是 寒天黑鑽烤奶 因為寒天黑鑽烤奶 因為寒天和黑鑽烤奶 本身是有味的 所以吸上去和烤奶 本身的烤奶和香安味 有一定的混合 又是另一種感覺 所以少料都會影響到 它本身烤奶的味道 而這三杯的烤奶是它一個系列 它的基底都是一樣 都是用烤奶來做的 只不過這兩杯是加了底料不同 我們只喝梁小堂的烤奶 其實我覺得 對比性可能沒那麼大 我就買多一杯益和糖給大家試試看 總體來說 我會覺得 梁小堂這邊的烤奶 它的奶感和奶味是比較重 口感是比較厚和重 但益和糖來說 稍微清爽一點 就沒有梁小堂的奶味那麼重 有機會梁小堂可能會考慮到 當地人們的口味會有一點變化 可能當地人們喝了很多益和糖 就覺得它可能沒有點奶味 可能沒有那麼重 所以梁小堂就特意把烤奶的奶味 做得稍微重一點 做成一個差異格 而且最大的一點就是 益和糖 它的單杯的烤奶 一杯打天下 但是梁小堂它不是只做一杯烤奶 它是做出一系列的烤奶產品出來 就會給我們這種感覺 會不會梁小堂的烤奶 會稍微專業一點點呢 還有一點不同呢 因為益和糖只有一杯烤奶 但是梁小堂做了一系列的烤奶 好,我還點了一杯梁小堂的金筋檸檬 我們嘗嘗它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不錯的 因為腿孔感覺比較舒服 不會太稠或者太酸 不像我平時喝的那些金筋檸檬 那樣的果汁味 我看它做這個金筋檸檬 我會發現一些小細節 它會將三粒的金筋 和七片的黃檸檬 放在雪茄杯裡面倒汁 倒汁之後 放滿杯冰 然後補滿水 然後將雪茄這一部分 給了機器作用操作 機器操作可以減少人為的一些生物 很多學員都和我反映就是說 這杯產品太麻煩 或者操作太過於繁瑣 我做得好喝 但是那些員工做得不好喝 其實你們有沒有想過 一杯產品 它的SOP要標準化呢 很多的一些連鎖企業 連鎖品牌 他們都會在產品的標準化上 下很大的功夫 那梁小堂這一點 大家可以學習一下 好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小點 就是梁小堂的烤奶和和糖的烤奶 有什麼一樣的點 其實就是烤奶專用杯 最後一點就是 我剛剛去點單的時候 看到那個菜單 它的主推區域上 全部都是烤奶 然後我跟店員去點單的時候 店員都是不停和我銷售烤奶 那大家在如何打造爆品這方面 有沒有考慮過一點 想怎樣打造 你只要用盡你所有的資源 和你想到的辦法 放在這款產品上進行索水 我相信這款產品 是可以成為你店鋪上的爆品 那如果你即是對爆品打造無從入手 那你怎麼辦呢 你可以直接去學一學那些大品牌 好的點搬過來在店鋪上用 你不用想無不模仿的 做了先 全到橋頭就自然吃了 最後就跟大家說一說梁小堂的定位了 我坐在梁小堂這麼久 我會發現它的客人全部都是偏年輕的 而且他們過來點產品都是點一杯 每一杯都是七到八元之間 我會看到它的菜單大部分都是六到十二元 正正避開了當地頭部品牌的一些價格 比如說阿媽手作和翠茶絲 它們的產品全部都是十幾到二十幾 它就避開了這個價格上的競爭 因為十幾到二十元 在這個區域競爭是非常之大的 而且我還有一點發現到 就是我去了十幾間梁小堂 我都會看到旁邊當然會有一間憶和堂 我們會發現憶和堂和梁小堂的定位和風格都差不多 那為什麼它們會黏在一起離開 這個小作業就留給大家了 大家可以把這個答案發在這個留言區裡面 給我們小邊看一下和給我看一下 今期的探店節目就到這裡了 大家記得關注我們的公眾號 以及不妨報名參加我們的課程 提升一下業績 我們下期再見了 拜拜